大筆揮好 寫下一個瓶子 仔細瞧這書法老師怎麼是個小朋友 地點就在大雅國小旁 他們說一開始學書法是為了盡心 沒想到這一練就練出了興趣 一開始只是為了要讓我們心靜下來 所以才寫書法的 那後來我跟爸爸就討論說 因為書法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們就想說出來賣賣春聯 然後讓我們訓練怎麼講話這樣子 就是可以讓我靜下心來 這樣做著寫 就不會像其他小朋友看手機之類的 就是想要靜下心來 不要看那些3D產品 就跟哥哥姐姐一起寫書法 很開心 輕輕一勾籠字完成 雖然才小學三年級的力道筆法 一點也不輸書法老師 而三姐弟擺攤賣春聯 已經賣入第七年 他們從小開始學習書法 而攤位上這一幅幅春聯 都出自於他們三人 有行書楷書等 美幅風格不同 他們利用春節錢擺攤賣春聯 轉零用錢 還曾受邀到總統府跟市政府揮毫 蔡爸爸說 當初來擺攤是為了給他們 一個發揮所學的舞台 也藉此鼓勵姐妹們走出戶外 體驗做生意的辛勞 用書法這個才藝 來讓他們學習到專心做好一件事 現在因為書法樂隊學到 他們已經學很久了 所以說我想要給他延展 讓他更多的成就感 然後所以我才會讓他出來 想說擺個攤 讓他們學習說 懂事說 怎麼才能夠人與人的相處 還是說做人處事 還是說原來做菜市場的 真的都好辛苦 從學書法到擺攤賺零用錢 蔡爸爸不僅要讓三姐弟 學習傳統書法文化 更要從中體驗到工作的辛苦 是有準備好的 那種就能給予 逐步 集中